喂你好我是訪夜韓 歡迎收看今天的華視晚間新聞 頭條話題政壇震撼彈 紅海的創辦人郭台銘 在今天宣布要退出國民黨 並且已經在辦理退黨程序 您可以看到他是親筆寫下的聲明書 那麼郭台銘他臨時決定要退黨的導火線 來自於哪呢 就是來自於這31位國民黨大佬 好他們在三大報聯合刊登廣告 就是這個半版的廣告 好不但支持韓國瑜更同時這些大佬 呼籲郭台銘要團結奮鬥救中華民國 好這一篇的所謂的叫郭台銘呢 去支持韓國瑜 這讓郭台銘真的是成為退黨的最後一個大草 他親筆寫下他怒轟國民黨的團員就是迂腐 甚至他說他要翻轉中華民國命運的大勢 看來中秋起義態勢儼然成形 好重點黨政新聞看完 觀眾朋友中秋三天連假明天就要開始了 有關於中秋節重點新聞您不能錯過 好要烤肉要賞月啦 最重要的就是天氣跟交通了 現在嗆舉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您想烤肉賞月的話 把握13號14號這兩天 因為這兩天看到月亮的機率都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整個西半部跟花蓮都是非常有機率的 那麼由於東半部雲亮比較多 所以基隆跟宜蘭是雲鳳探月 不過這一次也是25年來最小的中秋月就是了 我們也要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新竹以南地區的民眾 白天出遊的話要攜帶口罩 因為空氣品質不好是橘色警戒 那麼觀眾朋友除了賞月廉價最怕塞車 現在高工局也整理出五大最容易塞車路段 好開車返鄉就是要烤肉了 那麼現在您在準備所謂的烤肉食材了嗎 很多人最喜歡的一種食材是文革 但是提醒您這幾天想要吃要多花錢 最主要就是產量很少 因為像是嘉義東石還有布袋就是受到極端氣候 再加上受大雨的影響 所以文革大量死亡 現在養殖的存活率不到五成 也導致於價格是飛漲的 目前我們提醒您產地價現在每台金是70元以上 但是數量很少 漁民連交貨都有困難 好那麼說到中秋最熱門的水果蛋 就是今年的文蛋其實是大豐收的 好 柚子農每年都在等這個時刻要收成 但是您看看這一段畫面真是令觀眾朋友震驚 好 這是國民黨團力院黨團爆料說 花蓮竟然有成堆的文旦就這樣被氣製在田裡 而且滿滿的就像文旦胡志有要採收賣給民眾嗎 他們懷疑農委會收購了 卻是把它像垃圾一樣氣之不理 那麼現在農委會在下午說 馬上開記者會反擊 說這些都是要用來堆肥的刺激品 因為需要長時間曝曬 所以才會被空拍機拍到 懷疑是有人別有用心刻意造謠 好 今天的發生話迪迪這令人錯愕 這是高雄的音樂盛典大港開唱 已經連續在高雄舉辦多年 而且口碑很好 但是卻突然在昨晚宣布明年停辦 他們的理由是他們始終感受不到韓市府的支持 還得要面對藍衣議員的抨擊 好 這個消息一出呢 當然包含行政院的副院長陳其邁 或者是台南市長都已經呼籲說 請市府不要惡煞高雄人驕傲的音樂盛世 但是我們來看看 市府他們強調 他們說這一次其實跟高雄市政府沒有關係 是因為他們拿的都是中央文化部的錢 儘管其實雙方爭議是存在的 但是停辦已經是事實 現在高雄的飯店業者也擔憂 一旦大港市開唱停辦 將會重創觀光 好 所以現在什麼樣政績什麼樣的活動 都會牽引到大選 畢竟距離大選只剩下四個月了 我們來看看有設計品牌 搭上了像這樣政治熱潮 他推出了政治人物惡搞公仔 但是因為他有話題了 您看看剛剛那個是尤達版本的蔡英文 取名叫做原力師奶 那麼韓國瑜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他叫做發財超人 您知道短短一個星期 在募資平台就已經達標了 超過一千多人都要購買 而且年紀最大的買家年紀 超過60歲 那麼說到搶手或熱度還是不減的 當然就是蒲言順澤公的帽子了嘛 之後之前呢 這個挪威選手艾登 他奪下了冠軍也讓這頂帽子爆紅 那麼今天最新消息是 因為每天到廟裡索取帽子的人 太多了 所以登記的數量現在已經是破萬 好 下午第一批趕攻了一千多頂帽子 是首度開放民眾可以領取 您知道從大中午開始 一路排到下午 有人呢是大老遠從高雄北上 就是要領到這一頂冠軍帽 好 那麼說到今天熱度最高的社會新聞 就是這個了 藝人和警方聯合壓制嫌犯 誰這麼厲害 台北市的萬華警方哦 之前在超商逮捕到一名毒販 但是因為當時只有員警一個人 警方立刻呼喊希望能夠有民眾幫忙 這時候演員證人說他剛好聽到 他就上前協助介護不讓嫌犯跑走 也順利逮到了嫌犯 好 其實他之前呢就演過幫拍電影叫做 《腳頭2》 戲裡戲外看來都相當有正義感 好 那麼明天就要放假 我們提醒您去海邊真的要小心 因為又出了意外 這是在屏東恆春的船返石外海 好 上午的時候因為海鄉不好 您可以看到這個陣風達7級 從海中央您可以看到這是潛水客 由於海流太強勁了 所以4名潛水客因此失聯 那麼貨報當下包含海巡隊 還有空行總隊直升機 以及民間的救難協會 紛紛展開搜救救援 經過一個小時 終於順利將人救了上來 好 所以自救自保的能力真的很重要 現在有一群大學生在學少林功夫 他們是數德科技大學 為了讓學生能夠更有處事上的穩定性 學習更有毅力 連續7年 他們會領選成績優秀的小孩 去暑假期間呢 就在中國的河南學習少林武功 好 今年又有8位同學前往 而且他們每一個一天呢 是要練功將近14小時 除了基本功之外 還有拳法兵器 練功一個月之後回到台灣 每一個都說體力變好 當然處事態度上更有忍耐力 那我們具備更好的能力 是否能夠幫助更多的人呢 來看到這個暖心的故事 這是一名赫羅拉多州的退役軍人 他經營一家披薩店 但是他只顧請貧困或者是問題家庭的孩子 來店裡工作 要學習讓這些孩子為自己的人生來努力 另外在美國密蘇里州 則是有一名婦女 她即使自己是6個孩子的單親媽媽 她也堅持為社區裡的貧困孩童 提供免費的營養午餐 帶您來看到這兩個暖心故事 希望這些孩子長大之後 都能成為傑出人才 我們再來看到這位台灣之光 她參加了國際的技能競賽 這是台灣第一次拿到了 汽車噴棋項目的冠軍 而這位金牌選手是非常少見的女性國手 她是今年才21歲的楊婷玉 每天就是練習超過12小時才能夠拿下冠軍 那麼也讓台灣的技職教育強項被世界看見 那麼說到最有敬業態度的就是她了 美國影星安傑莉娜球莉 她之前演出黑魔女 為了符合這個角色的形象 她一度直接瘦到36公斤 非常的敬業 當然這部片最後票房收入也很好 高達7億多美金 是球莉最成功的一部商業片 那麼最近要推出第二集了 好官方就釋出了球莉她變身黑魔女 整個完整的化妝過程 您知道才PO上去短短一天 就在IG上的觀看次數高達170多萬 好我們回到政治話題 洪海創辦郭台銘他今天退出了國民黨嘛 這意味著獨立參選已經見在弦上 那麼已經阻擋的台北市長克文哲 當然會成為郭台銘的奧員 好柯文哲的粉絲俱樂部就說呢 只要柯文哲一聲令下 就全力以赴來衝連術 不過今天台北市的議員不分藍綠 紛紛炮轟克士服 現在在利用上班時間搞選舉嗎 根本是政黨不分 宛如就是國民黨的翻版 好面對郭台銘退出了國民黨總統蔡英文 他面對鏡頭他是微笑沒有回應 但是看起來倒是神采意義 大家還是最關心的是要問蔡總統 目前台灣的外交處境怎麼樣 因為昨天就面對友邦 索羅門群島的總理蘇家瓦瑞 他就非常無情的表示 他說台灣其實對索國毫無用處 這也暗示中國是更好的外交夥伴 那麼今天蔡總統又最新表示了 他說關於這一切正在盡最大的努力進行溝通 好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出來一個現象 害我國有三十幾年邦交的索羅門群島現在向中國靠攏的可能性可能越來越高了 而您熟悉這個國家嗎 其實這個國家位在澳洲東北方的國家有1000多個島嶼 雖然它的規模不算很大 但是邦交起義非常重要 因為當地是握有南泰地區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 那麼曾經也是二戰末期時的關鍵戰場 好說到面臨中國打壓現在最辛苦當然就是香港 現在反送中運動已經持續了三個多月了 當然抗疫行動我們透過報導可以看到遍地開花 那麼就在今天香港的知名音樂人何韻詩 還有台灣的音樂人巴奈以及滅火器的樂團主唱楊大正等人 他們聯合召開了記者會 他們同時要從演藝圈來呼籲港台的音樂人 一起要聲援929台港大遊行 那麼就在香港民眾抗疫連連的同時 臨近的澳門倒是在八月底 他們選出了新一屆的澳門特首是誰呢 毫無意外的當然是由親北京當局的賀一辰 他以高達98%的得票率當選 並且就在昨天正式接受了國務院的任命 和香港一樣身為殖民地的澳門 我們來回顧他從1999年從葡萄牙手中移交給中國之後 澳門的民眾也曾經在2007年的時候走上街頭 他們要求要民主並且真普選 那麼香港跟澳門兩地從歷史背景一路到面對中國 北京當局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今天的打開 世界之門 921大利鎮建買20周年 當時台中縣市您知道多達1267人死亡 而台中大理的金巴黎大樓死傷最慘重 有的災民被困在瓦里堆下8個小時 幸運獲救他叫做田玉燕 他帶著我們的記者重回現場 當年破舊的家園成為了社區公園 他非常感謝當時救他出來的日本救難隊 人生故事今天的真相極限風 愛科技實在太厲害了 就連逛博物館您都可以戴上VR眼鏡 同一時間跟不同地點的人互動 另外像是也可以戴車上用的VR眼鏡 後座乘客還能鞭打電動解決暈車的問題 另外現在MR的混合實境 可以輔助外科醫師進行手術 我是蔡薇君帶你來關心天氣 受到高壓壓失聯影響 今天全台灣各地還是非常的悶熱 最高溫出現在高雄的玉梅來到36.3度 而明天的溫度狀況跟今天是蠻類似的 透過這張圖表帶你來關心明天各地的溫度預測 北部明天的高溫是突破34度 另外中南部也是蠻悶熱的 會來到33到34度 另外東部地區的溫度是25到32度 而接下來就是三天的中秋節連續假期了 各地的狀況如何呢帶你來關心 剛剛惠君提到明天各地還是晴朗炎熱的 不過到了禮拜六要特別留意了 嘉義以南還有山區 午後雷震雨的情況會是蠻明顯的 而到了禮拜天各地的水氣也會增加 因此提醒您這六日兩天 還是要特別留意天氣的狀況 據說中秋節假期大家都會關心 會不會看到月亮呢 沒錯因為今年的中秋節這天氣狀況不錯 帶你來看這條件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西半部地區了 北部有70%的機率 另外中南部都有80%的機率 可以看到又大又圓的月亮 不過特別留意的是銀封面地區了 包括基隆北海岸、宜蘭還有花東地區 可以看到這個月亮的機率是偏低一點點 也不知道還是蠻有機會的 好在這邊惠君也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準備迎接中秋連假三天的好心情 希望最後我們帶您到日本去觀賞極限飛行大賽 同時華旋團隊特別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房業涵 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會